买小米苏星你不就是大冤种吗 你买标准版 买Pro版本 宝贝 造型就是个坑 你要干就得干四驱顶配 为什么 你现在能看到的所有四成四驾的材料和测评内容 都源自于这台顶配的MAX四驱版本 在这先恭喜订到创始版的宝贝们 这台车现在转手 起码两口进兜了 让我回想到了22年的时候 特斯拉转定单 那时候3Q5Q7Q8Q 有不少黄炎式的牛 因此吃的也是脑满肠肥 但是不要忘了 二年下半年开始 特斯拉降价是怎么降的 首先你现在能在董事的销量排行榜上 看到极客001现在周销量是1500台 特斯拉Model 3的销量是2800台 特斯拉Model Y的销量现在是1万台左右 如果你真想买小米苏7的宝贝们 我建议你看看四月份陆续提到车的车主们的吐槽 和极客001 特斯拉Model 3的销量对比 昨天小米苏7上市之后 27分钟大定5万台 确实很牛 但是我作为车圈颜值主播 外加二手车件里边的边角料 我给你预测一下 接下来六月份之前会发生什么 首先极客001它推出一个单电机 95度磷酸铁锂电池的版本 也是800伏的 它的价格会来到 小米苏7Pro版本 245,900这个价位 再给你砍掉激光雷达 来到21万这个价位左右的单电机版本 然后就是右板跟密板 它的价格会有所松动 要么增加车主权益 送一堆东西 要么就是补贴加免息 特斯拉整体一个走势 4月初涨价 涨价是为了更好的降价 25款的特斯拉 在换装新款4D1 4D3电机之前 会给你来个金爆价 宝贝们 我不会让你白给我点关注 新能源汽车的价格上才刚刚开始 虽然小米苏7研发了三年 但是你不要忘了 21款22款23款 极客001车主持得苦 现在新能源汽车顶多就是4G时的 下半年或者明年 就会来到5G时的 什么样的人适合买新能源车 宝贝那必须是富人的 咱们挣钱不易 你我连BBA都没开过 何谈跟财富自由的那些大哥们一样 去直接下单这些个新势力造车 消费要理性 且买且珍惜 祝看到这条视频的宝贝们 想买啥买啥 财富自由 点赞关注 祝你发财 身体健康